银河欢在南台湾工程掠地 重灾区首推恒春半岛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银河欢的村里 大家几乎没有看到其他的树种 摊开地图 绿色的部分就是长满银河欢的面积 包括潮州 恒春 估计至少5000公顷失守 墾丁国家公园灾情惨重 工人只用锯子跟镰刀 设法砍除满山片野的银河欢 除此之外 林业单位几乎无计可施 国家公园范围里面 就是不能用机械器进去整地 整个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去溢除它的银河欢 卡在国家公园的规定 无法动用重机具 一次只能清理一小块 但可怕的是 去年砍掉那个干 结果冒出 二四五 五个门破出来 画面特写在定格 一 二 三 四 五 去年砍掉了一颗 今年就冒出五颗 而且砍越多 涨越多 砍了以后 它会涨出20颗 再把那个蒙汁 全部砍掉 第三个月来 还是涨20颗 我们连续砍了14个月 还是一样 所以恒川半岛过去十年 连续执行清除计划 银河欢仍以每年3.5公顷的速度 向外扩散 不过 在墾丁国家公园以外 新一波的十年作战计划 正在获速展开 这一块是今年105年 新整治的一个造林地 我们用机械整地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我们有架设了新的一个防风网 来防止它冬天落山峰的一个吹息 红线以下是机械整治后的林地 在红线以上则是未整治的山头 在银河欢产除之后 用防风网保护裸露的土壤 还有现地密质的原生树苗 一公顷有三千颗 希望长大以后 能够挡住银河欢入侵 至于长在其他的树旁边 不能用机械产除的银河欢 还是只能用人工具 我们产除银河欢以后 有一些保留 保留留存的大科的原生的树种 我们会在下层 是补植一些台湾树然 来抑制它的下层的空间 整个就把银河欢给它封闭住 就是抑制它的成长 这项计划听起来简单 但是要成功 必须精确地控制 每个环节的风险 打开银河欢的豆莢 种子瞬间就能弹条播种 由于银河欢的繁殖力 实在太强 长得又快 未来六年之内 必须持续故宫出草 下个月我们就会请厂商来割草 它会从基部这样子割掉 让我们种的那个懒人 然后继续地生长 如此大费周章的富裕 代价不低 每年清除一百公顷银河欢 预算上看五千万 但十年之后 森林能不能回到从前的模样 很难 非常非常难 你动用多少的人 像你给我们那个福寿楼 花了多少的钱 后来大家也只好承认 就是说共存吧 共存的游戏规则 闸听之下令人震撼 但这并不是消极的坐看生态消逝 而是要更积极地 付出更高的代价 寻求解方 设法保留原本的物种 重新找到环境的平衡点